我相信我们女人只要一上了50多岁 好多都有睡眠的问题 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是真难受啊 我是夜夜用绿豆压神门穴才能让自己入睡 但是半夜不能起夜 只要是一起夜回来就睡不着了 我也很少起夜 都是10点半11点钟睡觉 睡到早上4点钟 一天睡5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了 如果你有睡眠的问题 可以尝试一下用绿豆压神门穴 这个小方法不是对人人都好用的 因为每个人睡不着都各有原因 但是我最近晚上睡得特别好 特别香甜 只要是一到晚上8点多就困得不行不行的了 根本就熬不到10点钟 晚上8、9点钟睡觉 半夜肯定是要起夜的 起夜回来之后接着宅睡 睡得照样香甜 这一阵的好多天我都能睡到早上5点半 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减肥打卡 不想充斥到90斤吗 想快一点 所以最近一直在吃复合的维生素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睡眠出奇的好 然后呢我就度了一下 原来维生素是可以营养我们神经的 是有助于睡眠的 所以有失眠问题的姐妹们 你们可以去药店买一些复合的维生素 吃一段时间来试一下 也许就改变了你失眠的苦恼 真的姐妹们早上起来睡到5点半 那种幸福感 原来孩子上学的时候 每天早上睡也睡不醒啊 还得给他们做饭 还得上学呀 后来孩子大了 结婚了 我们呢也可以睡个懒觉了 但是又睡不着了 其实我也奇怪 因为我老公天天想睡到几点都可以 我为什么就不行 晚上入睡特别的困难 好用睡着了 早上呢也早早了就醒了 睡眠不好的姐妹 一定要试一下 药店什么样的复合维生素没有啊 我买这一瓶呢 是150多块钱 它呢是口口软糖的 自从吃上这个维生素 天天早上起来梳头 我发现头发掉的少了 洗澡的时候 头发掉的也少了 然后这个指甲也没有那么软了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种营养素 是可以促进我们盖吸收的 这一瓶158 我也很心姐妹们啊 我也很心 我就露了这么多 花了我将近600大羊呢 它是买适合 然后呢再给我们一款同款的兰尾 姐妹们不要买这么多 你们嫌去药店 买一些复合的维生素 吃一下 试一试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中国膳食指南告诉我们 一天得吃12种的食物 一周呢吃25种 一天呢得需要吃42种的营养素 我们每天的饮食营养素吃的根本就不够 尤其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 今天也是我们14天减肥打卡的第13天和14天 14天的减肥打卡就要结束了 第13天第14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甜品餐和脂肪餐 不会吃的姐妹 可以参照上期甜品餐和脂肪餐的方法来 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见亲爱的粉丝朋友们